大家好,我是Den 根据北韩专门媒体DailyNK的报道 最近有30名来自平安南道南普市的出人教室 被派遣到靠近南韩边境的开城 任教于当地的小学和幼儿园 由于开城与南韩的地理接近 当地居民的语调和口音与南韩相似 这导致了很多教室在教学过程中 可能无意中使用了南韩语调的批词 这项教师派遣计划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让孩子们的语音习惯符合北韩的官方标准 从而改变他们的语调 NK代表表示 开城的教室有时在上课时 会用南韩的语调说 OK和Chagia这类的话 因此北韩当局以下达指令 要求严格查出平安南道的教室 是否使用南韩语言 而那些被发现有问题的教室 已遭到解聘或受到所谓的革命化处分 甚至有的被迫从事强制劳动 今年一月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一政策 北韩甚至制定了平安文化语保护法 在最严重的案例中 使用南韩语言可能会导致死刑 2024年开始 北韩加大了力度 更积极地消除南韩语调的影响 同时对外来文化的控制 也在进一步加强 根据自由亚洲广播的报道 在清津市 为了查出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茁壮 当局增加了工人和大学生组成的几率部队 韩国统一研究院的院长 在一次特别座谈会上指出 北韩当局甚至不惜使用死刑 来阻止韩流的传播 但这样的做法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因此他们中二采取了更加极端的措施 宣称南北韩不再是同报 有废西指出 在感受到维持体制的压力下 金正恩将南北韩界定为敌对关系 作为应对策略 他通过加强封锁南韩文化 和强化思想控制 来对抗这种压力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问题在于 可能会有试图透过战争来解决内部不满的尝试 无知的领导者比敌人更可怕 这句话并非无缘无故出现的 被禁止则更加想做是人之常情 已经尝过甜头 甚至想将国家传给女儿 看到这种情况 不生反感是不可能的 共产国家在体制不稳定 或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 往往会制造共同的敌人 宣称要进行攻击什么的 借此转移国民们的视线 不要想要将战争作为维持体制的手段 不如达成中战协议 让南北韩各自生活 如果能像我们往来中国一样 有朝一日能够同意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就好了 但这似乎不太可能 不必无谓的消耗彼此的力量 所以大家觉得 韩国的语言语调韩剧K-POP 真的会威胁到北韩政权吗